好了我们现在已经讲到这么多了 从头到尾 从最开始的静态页面 到LAMP架构 一直到Single Page Application Ajax 然后到Main架构 那么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讲到我们Meter了 我给Meter一个极高的评价 我把它叫一个全新的时代 从这里开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可能后面这个话题都会围绕着全新时代来讲 Meter实际上已经不能叫一个 在某一个什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其实它把很多最新的一些技术融在一起 关于Meter是什么 我们后面第二下节课 我会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我们现在先跟你讲 Meter跟他们的不同之处 我这画的一个图 就是这个 还是刚刚那个图 有点不同之处 就是你看这多了两个圆圈 这个数据库 这个Meter首先是个Jazzquip了 好 恍惚疑问Meter是在Node.js之上的 on top of这个Node.js的这么一个 一个相当于框架 如果我们就算它是框架 实际它不是 它不同之处就是说它每个浏览器里边自己有数据库 这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刚才我们看数据库都在这儿 这当时还在了 这个还在 现在的浏览器自己跑了一个mini mango 叫mini mango 在这儿 实际上就是一个mangoDB的一个用Jazzquip写的一个缩小型的一个数据库 它跑在浏览器里边 在浏览器内存里边 然后呢这个里边的数据呢通过一个叫DDP的协议 这DDP啊 通过DDP的协议 跑在这个SocketL之上 又是个名词啊 SocketL 形成了一个实时的双向的通讯同步的功能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通过订阅和发布机制 我在浏览器里边这个数据库获得了在这个 大数据库的一部分数据 我英文中需要显示的数据 当然我不能拿全部过来 浏览器内存也没那么大 不可能放整个数据库啊 就我需要用什么数据 我订阅什么数据 那么数据会送过来 送过来数据呢 然后由这个前端的这个JS文件呢 在这个前端的页面的里边 数据库取的数据直接就往这个屏幕上渲染 注意啊 这个跟刚才AJAX不一样 AJAX是说 我由JS去前端去问server去要数据 数据给我 我再选择 现在是JS不去server要 而去我自己的啊 自己的这个数据库里边去取数据 去显示 好处 快 当然快了 我没有必要每个数据都去拿 对不对 而且你自己能处理的东西更多 那么写呢 比如说我这有东西 我现在是edit啊 这个表面这个edit 我把edit改 以前的AJAX做法呢 我只要改什么东西呢 一样我到server端 先告诉server 说我这个改成什么样了 server决定怎么处理 说你有没有权利改啊 如果你有权利改 server替你去写数据库 然后告诉你修改成功 然后你去更新这个DOM 现在不是 Meter不用这样 Meter说你要改 好 咱就在咱自己的数据库里改 自己的数据库里改 还是这个 然后后面的过程就跟我写程序人没有关系了 后面过程由这个数据库 通过这个DDP协议啊 再次提到DDP 通过DDP协议 跟我的这个server的这个数据库进行同步 当然这个就通过server来做一下那个安全认证 因为server要决定你有没有权利写啊 你写自己东西可以写 别人东西是不允许的 如果允许的话 他会就会被写进数据库同步过来 然后这个数据库呢 又会跟其他的浏览器 比如这是第二个浏览器 这些别人 他们也有这个DDP连接 通知这个数据库 把这数据库进行修改 然后呢 由于Meter它是一个 N-to-end 叫全端的这个 Reactive 叫被动啊 或者随动啊 从动啊 这个词我还没想特别好的翻译 这Reactive这个机制 使得你修改的一个数据 立刻可以自动反映到你 页面中的一个单元 怎么意思 解释一下啊 如果我这个页面中是个计数器 比如这个地方显示 那个点了多少次 计数器 我把这个计数器 跟我的数据库里某一个字段 咱关联起来 说这个字 这个字段的某一个值 就是我的计数器 然后呢 当这个数据库的数据被自己啊 或者其他的数据库修改了以后 这个改动送到主数据库 主数据库再通过DDP送给我这个数据库 改动了以后 这个改动会自动体现到页面上 你不需要写个程序去专门来说 如果改了怎么办 如果没改怎么办 No 你不需要做了 这些是叫全部的这个Reactive 全端到端的Reactive 很简单 另外一个需要指出的是 Meteor这个服务器数据库 跟可爱端的一个请求 没有发任何的 HML回来 没有 H宣传全部是在前端完成的 我发规这个Client段就是一个GS文件 然后这个GS文件得到了以后呢 他负责建立 跟所有之间建立DDP连接 跟数据库建立这个订阅 然后呢 再负责渲染这个所有的页面 也就是说在这里边 几乎所有的这个逻辑都在由GS 在这个用户的前端来完成的 那么Servor在建立完连接以后呢 实际上他的任务就极为的轻啊 就变成很轻的一个任务 他的任务就是维护DDP连接 保证这个你还活着啊 我每天过几秒钟 我拼一下你 我拼你过 砰回来 好 我知道你活着 然后就是负责处理这些所有的DDP的请求 然后负责跟数据库进行更新 数据库有更改 告诉服务器 服务器确定谁有更新 然后再通知大家 所以呢 这个时候这个数据库 这个服务器跟Client 跟那个浏览器之间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链路 这个链路 是实时的啊 我还要讲一下SocketIO 这是一个实时的双向 这个要额外说一下 在此之前啊 没有SocketIO之前 HTTP的协议是无状态的啊 也就是说 只能从这个浏览器向服务器请求 来一个服务器处理完了 回一个 然后这个链接就断掉了 就没有了啊 就就不再存在了 然后这时候服务器跟他没什么关系 服务器有什么事 着急去找他 这事也也没用了 浏览器不会理他 你也没办法找回来 只能等下一次啊 下一次这个 又有个请求过来 这时候服务器才会有机会 告诉了浏览器说 哎呦这个数据有什么变化 有什么变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经常会发生说我动不动得刷一下页面啊 我估计咱们大家可能都有这个 都有这个经历 说你刷一下页面 才能得到新数据 你不刷这个页面总是保持不变 那就是在 静态页面啊 Lamp架构 PHP架构啊 还有这个 HS架构有同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这个是HTTP的请求 现在在这个 Meter里边这个是不同的了 因为我们用了这个这个Socket L这个东西 双样 实时双向通讯 也就是说在浏览器跟服务器之间 时刻保持一个 始终连接的这么一个Socket 这个Socket的一旦连接起来了以后 也就是这个 这个MeterApp启动了以后呢 我任何的数据 所以我只要觉得有更新 就可以实时的通知给这个克莱顿 克莱顿就可以去Reactive的更新 这是在以前没有办法做到的 所以呢 我刚刚讲的几个啊 还有最后一个 还有Hybrid Mobile App 这个 这个 这个也很吸引人 加上这个 咱们就组成了一个全新时代了 咱还把这个再说一下 Meter里边集成了一个 用Cordoa Project 叫类似于FoneGap 这么一个环境 这个编译环境的好做什么工作呢 就说当你用HTML 用Meter的这个JavaScript 来做的这个一个MeterApp的时候 它不仅仅是一个web上跑的一个App 它可以直接编译成为一个跑在浏览器 就手机啊 不是手机浏览器 是跑在浏览器OS之上的一个 一个叫Hybrid App 不是不完全是Native Web 不是原生的 不完全是原生的 但也不是跑在浏览器里边那种 一个链接啊 不是那么简单的 一个Hybrid App 这个App呢 也可以去什么App Store 是Google Play 去各种各样的什么应用去下载 看起来完全就是一个一个原生程序 但是它里边这个内容 是用Meter JavaScript来写的 换句话说 就是说你编一次软件 就可以同时跑在web iOS Android 这三个平台 那以后还有更多的平台啊 写一次就跑在三个平台上 而且跑在这个平台这个App 因为它本身是Hybrid 它的内核 还是这个HTML和JS的 所以它仍然可以保持着跟server的实时通讯 这个通讯 这个通讯不仅仅是在更新数据库啊 还包括这个代码推送啊 我们把这个一个词叫做 Hot Code Push 叫热代码推送 也就是说当你发布了一个软件 发布了一个iOS软件 发布出去以后 然后呢发现有bug 那很正常一定是有bug的 那么OK 那么我们程序员就开始修改这个bug 改好了新的版本 我们上到服务器了 在以前的情况下 如果不是Meteor App 你的改动没法让用户直接拿到 你必须把你的代码编译了以后 成一个一个应用程序送给 如果是苹果的话 从苹果的App Store 如果是Google的Android 放到Google 或者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发现平台上 然后用户得到更新更新下载 下载了以后 才能用到这个修改 把bug fix过去的这个东西 新的版本 如果是苹果的更麻烦 它要做一个审核 每次审核都要两三周 所以这很要命 尤其软件刚出来有bug 用户马上得不到更新 这是很要命的 但是Meteor App用不着 你这个App用户下来一次以后 以后的所有升级更新 都是通过这个热代码推送得来的 也就是说这个代码更新以后 服务器会自动推送给这个用户的 这个手机的程序里面 用户就当时就得到更新 用户都不需要重启 也不需要升级 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 已经得到了的升级 所以它bug可以立刻得到fix 这个很重要啊 这个如果你们做过创业的话 他就知道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好处 好了 刚才我们已经看了这个Meteor 这么好的一个 这么新的一个东西啊 那么随后的课程呢 我就会讲这个Meteor是什么 我们的下一节课呢 就是从这开始 当然我也讲Meteor不是什么了 好 我们这一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